朋友们好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 咱两个频道一起播 首先我先向江峰时刻的频道的朋友们问人好 然后再请 我要向我的大雄话里话外的观众们介绍江峰同学 上次大雄来咱这儿介绍江峰同学的时候 正好是一年前 秋风瑟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说是大雄叫做张松献地图 结果大雄随着就回一口说哪里 我这是荆轲献地图 荆轲刺青王 差点就是图穷殷健了 很有意思 那幅画我现在想起来了 挂在咱家的墙上非常有意思的一幅北京胡同风景 有点承担救世的感觉 讲述百姓当中那种生活上的情景 当时我对江峰那个节目的感触 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因为当时做的时候没有说 我们是当时想要拍一个MV 就是《侠义录》 对 咱们拍了一半 对 那MV是拍了 而且那个是很好的一次的经历经历 之后我就播了这个MV 大家反应还是不错的 没想到江峰这个侠客 大雄队还是给《侠义军事》 还是帮我拿点意思 其实当时是很仓促 我觉得当时是很配合 大雄的那个团队 我觉得特别欣赏 你看给我的长袍实际上是零食的 就缺了 我有点孤不上 哪来这么胖的 因为知什么穷书 哪那么胖 后来给我的现场改 改的比较合身 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海外做中国题材的东西条件有限 对 有些我们就时间 素材少 资源少 资源少 钱也少 大家就大家有一股热情 然后拍摄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还有点仿骨的味道 但是还有我们主要演员在麦里表演 不是主要演员 我是主要的厨子 主要歌手 对 我和我太太当时准备了一大堆的快餐 然后给大家弄过去了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了 对我来说 但最后是那天我印象全身就是那风 还记得那个冷吗 那个冷在冬天在北方 你都很难感触到的 因为它是在峡谷 是不是 在这个加州的一个谷地里拍的 那是人家拍那个星球大战的地方 你想想那个外星球的冷 多冷啊 很多的回忆 这种风天气很难拍 但是我们也好 然后有几个跳舞的动作 风起来之后真是潇洒的 适合拍仙女 不适合拍咱们这书上了 天空作美的也是 书上要这么大的风 那就是什么 那就有点像林子里的概念了 一年过去了 但是这次大雄过来呢 有新的任务 也是新的让人一份惊喜 很多朋友们也知道了 大雄那一部作品和他的团队的一部作品 他是这个creator 是这个画家 也是这个影片中的那个主要这个角色 这个采访者的角色出现的 那这部影片呢叫做长春 internal spring 英语是internal spring 然后呢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翻译 就把它的意义给翻译出来了 永恒的春天 永恒的春天 这部片子呢 现在是闯进了奥斯卡 奥斯卡三项 三项提名 三项的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是动画提名 其实是我们都以为会最早进入是纪录片 因为它整个形式是纪录片 对 动画片其实我们没有太大的信心 那你那边是有一部分是因为是人在出现 对 动画片是有要求的 就是说你但凡加入动画长篇 你这个动画量一定要占电影的70% 嗯 其实我们我想可能占50% 那个那个那个之间了 在在 可以 argue的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奥斯卡评委 给了很好的信号 他就把我们特格就进入动画的奖向单元了 对 那么就是说 这它第一次 若西兰第一次 那我看了 我觉得因为毕竟是 倒不是因为当着你的面 我觉得因为它这个动画的这个设计啊 动画这个非常突出 很有个性 它是以往的好莱坞的那些动画片是不一样的 对 它是极大的结合了现实 你会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 这是画里面呢 还是现实里面呢 有那种穿越感 有的穿越感 它会把人带入到那个情节里面去 这里面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了 就是说 如果是把这个电影动画归类的话 它不属严格意义上的动画片 它整个风格上不叫动画片 它应该属于那种动画上的文艺片 它偏文艺性质 有点符合这种欧洲的位置 我觉得感觉是这么靠近了 另外呢 就是说 因为我是这个整个电影的 就是动画这个部分的概念设计 这个形象 背景 造型 大家一定会问我很多问题 就关于Q&A这种 大家现场问题 就是说 你怎么来描写这个城市的时候 其实 我当时回答 我们每个人对城市都有种印象 你比方说我们对纽约 你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是自由旅程像 或者是地国大厦 还有地铁 但是这些东西都属于标志性的建筑 它我们带个电影给人看的 并不是创作的时候并不想带人去旅游 我们想创作这个场景的时候 是想把所有的人都带入到那个生活的环境里面去 就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氛围 标志性的建筑不重要 而是生活的那种空气 就像我们对纽约的记忆 可能有你的生活的记忆 可能有你这个爱情的记忆 可能有你的学习的记忆 你的一切是你的这种记忆 你的记忆里 如果你在那里生活过的话 就不是自由女神像 也不是帝国大厦 所以你生活那些彩米油盐 所以你生活那些情感的脉络 这些东西它是真正的代入感 而不是观光客 我们说多了 就讲到意思 他们一说就说多了 我觉得咱们今天咱们就敞开说 是吧 刚才提到了这幅 从绘画的技巧风格来说了一下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还缺缺一个环节 我应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影片或者你创作的一个背景 刚才那话没有说完 三项讲 我们说两个 一个机构片 一个动画片 还有一个就是最佳外语片 最佳外语片 应该是含金量最高的我想 据我所知 像这样的华人创作 然后华人体裁的片子 在好莱坞进了 这个奥斯卡的外围奖 这是前面有个霸王别姬吧 霸王别姬是代表香港 代表香港的 他没有入围 没有入围 没有入围 然后是 入围卧虎藏龙是最有名的 卧虎藏龙是 就已经得了奖最佳外语片了 然后之后张艺苗又像有什么 就局斗 英雄 都是都是也是这个到底没有到最后没有入围 没有入围 应该说是都接近就代表中国英雄是代表大陆参赛的 对 大陆参赛的 八万别之代表香港参赛的 前段时间奥斯卡得奖作品是这个华裔的这个 赵婷 对 他算是美国片子了 对 他这是反映美国社会 只不过因为这个导演是一位华裔 是华人面中 那时候就已经是天下注目了 是吧 实际上这一次的话 应该来说大雄这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低调的 其实低调是一方面 另外也就是可能不愿意你那么高调 你是中共是吧 对中共是吧 因为他把握了很多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宣传机构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了 只要在奥斯卡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呢 已经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次最好的一次挑战了 是吧 他想挡可能都挡不住了 搞不好连奥斯卡他都不转播了 这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就涉及到这个片子呢 实际上虽然有很大的这个 有很多的艺术的这个元素 他的这个成就在里面 但是呢 我觉得跟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背景 很有关系 就什么呢 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意识到在中国 可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 对 导致了现在我们在国际上 我们去不得不面对很多的事情 似乎对我们来说很突兀 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对 西方在反思他对中国的关系 对 他也对反思对中国的认识 就是说中国政府为什么和其他正常的政府不一样 然后中国人为什么和其他的西方生活生活的人不一样 对 他们的变化是这个怎么来的 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中国人难道没有抗争吗 中国人难道没有没有思考吗 我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界面 两个不同的空间维度里的生存 甚至包括现在很多的海外华人也觉得有点就怒其不争的感觉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社会咱们知道包括这个极端的防疫政策呀 还是搞动态清零这些东西已经是民不聊生了 大家不知不觉中已经出让了所有的自由的权利出行权 甚至以后未来可能连财富的权利都要失去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发现既然是默不作声 难道中国人就一直是这么懦弱吗 奴性吗 实际上我觉得这部片子给大家可以带来很深刻的思考 第一个就是西方我刚才说的社会背景 可以发现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前中国在发生了一些事情 人民在做出一种抗争 一种有效的抗争也是一种 怎么说有点悲壮的吧 甚至是悲壮的抗争 我觉得人在选择 这是二十年强的一个故事 就像当时有一个是基督教神父在纳粹迫害犹太人说过这样的话 当他们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不知声 后来他们扩大不断的扩大他们的迫害范围 直到有天扩大到我们头上 我们同样也是习惯了不去做事 这是一个二十年来的变化 由中国人从八九年开始去想要征求一种政治上的自由 到后来追求金钱 到后来因为技术的金钱而妥协而中央看不见 然后到今天到最终伤害到自己 这是有一个历史脉络走过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背景为什么你刚才说这个动画片的好莱坞和奥斯卡 这个Cademy它有点放宽了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奥斯卡也在向中共say no 他也在抗争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大事 咱们可以从这个片子的这个入围 甚至以后的得奖我们可以看出的这种趋势来 是人们思想中在搜寻一个 他们在思考 如今我们的被动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西方 失去了自己的普世价值观了 甚至我们都被动摇了 我们为什么会被动摇 中国的一个要发生了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中国人找回那份本来属于他们的内在的一份精神 真正的与普世价值能够共鸣的精神 我觉得这部片子的这个本质应该在这 我对奥斯卡得奖 或者我现在因为不敢预测 我也不便去说他一定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但是我目前看到了在欧洲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所有通过这个电影 我结识了好多这个社会上各界人士 你上一次是在海牙 海牙 海牙 还有包括波兰 包括加拿大 包括澳洲 都拿了各地的最高奖 那么我们接触的这些人 我真诚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诚意 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和感动 他们看了个电影之后 慢慢就觉得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去做些什么 然后真的是包括你像海牙的外交部 海牙的这些移民局 他就把我请去 然后去问我怎么样鉴别什么是真的发射工和假的发射工 因为他们是个接受难民的国家 怎么样来更好地帮助中国人能够自由的环境 然后到加拿大得奖的时候 评委就说他想把这部片作为一部最佳外语片来参加 代表加拿大来参加奥斯卡 就是说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 他说我们也想尽我们的一份力 让这部片用我们的力量让这部片让更多的世界人知道 那么我们又知道他是在传播真相 他是在努力的去在这个世界上去摆放自己的位置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认为20年前那场插播到今天没有结束 一直在不断的去发酵 去影响世界每一个人 他们到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去参与了这个查伯事件 去讲清真相这个世界 那么现在呢 所有的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 已经进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把这个故事捧到奥斯卡面前了 那么奥斯卡将好莱坞将如何选择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说有必要是把这个故事 这个电影的背景先补充一下 对 而后来大家是更好的去理解 因为很多朋友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看到过这个片子 尽管前段时间在美国在北美上映的时候 在加拿大 在纽约 在洛杉矶 美东美西 还有这个 美国三十多个城市都在上演 但是毕竟看到的还是少 因为它不是那种商业片可以大的广告宣传 没有做到那种程度 对 我去看的时候 我们家是看两次 第二次去都说了 要先准备好手机 然后再去 非常感动 看了以后 它就会像一把刻刀一样刻在你的心里 非常深刻的一个片子 那么这个片子实际上是大家知道吗 是围绕着法轮功这个信仰团体在中国大陆被迫害 然后法轮功团体的修炼者们开始去向政府 向社会讲清真相的这么一个抗争的一个过程 在1999年的7月20号发动的 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迫害 实际上当时并不得人心 不仅是说这个大陆从上到下朝野都很多的修炼法轮功 就连政治局的那些常委们 他们都并不是完全符合江泽民的 所以从上到下对破坏法轮功是一点积极性都没有 跟现在疫情很像 对 就是说他要指路为马 站队 以法轮功这条线站队 比如说你支持我江泽民的 你就必须得法轮功 如果你不支持你就会挤下去 那么你支持我防疫政策的话 你就会进入我常委 你不支持的话你就会挤下去 它是一个政治考量 政治的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 对 这就是一党制专制极权国家的一个特质 对吧 他更多的把意识形态放在了所有的正常的社会生活 信仰 你不要说信仰 社会生活 正常经济生活 都放在第二位的去考虑的 不 他就考验你是人性重要还是党性重要 对 是 你但凡有人性的话 你就会选择不去封城 你就会想着不过去镇压 但是你一向觉得你想升官发展 你的邪恶的一面战胜你人性良知那一面的时候 你就符合他的要求 这点就说起来的话 就说到中共的那个特征了 它的一个特性 它会将自己的每一个党员干部 先绑架到自己的这个船上来了 你可以反对 好吧 你反对的话 你可能首先你会失去你的党内的微信 工作 岗位 然后随着你的退休待遇 你的什么部级 副国级待遇就没有了 在这个时候你会受到强大的经济压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所谓党性和人性的 它是把这两性它给弄在一起了 所以要党性就必须没有人性 它就是这样的 否则你就会没有做人的正常的生活 这就是千古以来人一直面对着一个精神世界 一个现实世界 这就是人的选择 邓小平时代的时候考察干部 他是根据GDP 是吧 就是你不管什么手段 你只要把外资引进了 把钱弄到手了 抓到耗子了 对 你就是好猫了 是吧 然后你的干部考评上 你就可以记上一笔 你可以往上走 它就符合这个社会上升的这个管道 那么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鼓励干部能上能下了 变得个标准是什么 忠诚 就是政治上忠诚了 把经济这个因素放到边上去了 所以现在对中共共产党的一些干部来说 考核标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清零 你的清零的态度是否坚决 是否坚定 你是否所谓不顾一切困难的 你要去为人民健康 为人民生命 就是看你是不是忠君忠于一尊 是的 没错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 到了1999年当时就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不愿意去服从这个事情 当时还不像现在习近平到了这一步来说 就发展到他自己一声令下 核心一声令下 以后大家不得不去顺从了 当时还是有一些可以去逆反这个生意的 因为当时大家已经从文化大革命走过 已经吃过这个苦了嘛 正好有一种想反复的一个时候 所以当时不管是党内还是社会上 就是民间呢 反对的力量都非常大 当时我觉得是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 江泽民刚刚站门脚跟 对 他就想急于立威嘛 对 急于想划清随时我的人 这不是我的 对 是 也是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 但是后来99年7月20号开始的破坏不顺利 怎么办呢 他后来就策划了一个所谓叫天安门自焚 这个事情他挑的是2021年 就99年开始破坏 2020年的时候整个一年都是非常失败的 加上众多的法轮功的修炼者在海内外 都展开了大量的讲清真相的一个活动 所以包括国际上在内 当时对中共政府是有怀疑上 质疑上的 你为什么要去干涉一个信仰团体 你为什么 这是一个违反人权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措施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当国际上对国内的压力也很大 就是那个WTO嘛 所谓叫人权的这方面是一个考量的一个依据 所以当时共产党觉得他如果说服从了国际上的话 他在国内没法立威了 江泽民也没法赞助了 所以他干脆就下决心 干脆玩横着了 2001年就做了这个天安门自焚的这个 大概是年三十的晚上 大家喜气洋洋准备是过年的时候 他放了这个东西 新闻年报出来的 他是这样 他总有些细节可能一直没有报 在2000年那年就是千禧年 对 然后呢 过年的时候 今年的时候 1月1号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发生工 一种是边狱警察特务 那么那一天 那一夜就抓了几千上万人 他们集中关在一个看处所或者是体育场 整个这个天差应该6点多左右 到12点跨年 天安门广场没有别人 只有这两个人在 醉来醉去 这么大的人群 罗干当时是政法委书记 江泽民亲自就看到这些人的情况 他们就觉得这么下去的话不行 一定要策划一个更能够有感染力 更能够有这种影响力 更污名化法轮功的这么一个行动 他就调查做了好多好多洗米分析 包括他请了西方那些学者 我知道的一个学者 他是这家各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 专门研究群众运动的 然后就做人性的这种分析 找出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来策划这个自焚 所以他每一个学者 包括我们在作电影院也是 他每一个角色它是有代表性的 它是有不同的 你有什么样的位置 什么时候出现 你怎么样来够扮演好你这个角色 怎么样能够恰到好处的 然后把这种最大的污名化和最大的感染 表现到基础 包括摄影机的机位 对 包括现场 你之后去中国发生很多次自焚 你基本都看不到 因为你不可能那么快速 把握的就是第一手的东西 消防设备和你的摄影机记者 到位是不可能的 对 然后这之后 2001年的初五 那天就开始 就刚过完新年 大家每个人还没有上班的时候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议论了 就过年就过怎么样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 就开始放了法轮功自焚的这个事 这个事件 十年初五是吧 对 然后我都 我们当时我也在嘛 当时就感觉到 我说一句老实话 以我个人的判断 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但是我知道这些大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我就感觉到身边的敌意 因为我跟你讲 我个人经历就是 我九五年的时候 我是以报社记者的编辑的身份 然后我被关到 这个那个 老教所 当时不叫老教 这是居留所 居留所 然后我们整个单位的人 就保我 我们社长 我们那个包括总编 都去跟报社 跟公安局打架 就说大熊是我们那个优秀的工作人员 怎么是 他说我们练法车工作人员 我们是记者采访 就又拉回来了 然后呢 单位就一切就怎么所有的迫害 单位都是保护我的 嗯 就有人缘比较好嘛 有才 大家都很喜欢我 但是到了这个自分之后 就感觉身边无数的敌意 嗯 就整个生活的环境都变了 对 然后 他们就是对一种对你一种仇视 嗯 那种感觉那种冰冷的样子 就是说 嗯 我倒不是说我对这些同事们 有一种芥蒂 就是说我就觉得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走在路上啊 你就有有莫名的压力 黑呀压的 突然间就来了 对 然后觉得这个 怎么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就讲的 觉得想要跟大家去讲清真相 用我 用我这种个人的魅力去讲清真相 就觉得变得 特别的艰难 嗯 嗯 真的是很沉重 但是那段时间很沉重 但是就想 到底是怎么 我就想 如果是真的是法轮功学员做的话 他为什么做的这么 这么不理智呢 嗯 是因为是对这种迫害承受不住了 他们选这种自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后来 我想 我也是法轮功学员 为什么我不去自焚 我 我也我想 我也是年轻人 我为什么就想要去 讲真相 我为什么选这种 因为我在 我在整个这个修炼法轮过程当中 我知道 首先我们是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 嗯 然后呢 我们是对这个世界怀有最大的善意和宽容 嗯 我们目的不是说想要证明我对谁错 而是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去 希望他们好 嗯 是这个这个这个初心 而不是那种抗争是我们的目的 不是那样子 而是说我们的目的是以救人为基础 是告诉大家真相 真相的目的 并不是说我在乎你中共的政权 谁对谁错的问题 而是说让每一个被毒害的中国老百姓知道 有选择正义和 他能区分正义和善良的这邪恶的这种区别 是有这么多巧合的 包括后来有这么多社会阅历 嗯 我再回头分析 你比方说你把气管切开 你还可以接受采访 采访 对 然后我也看到那些人烧伤的人 他们不带任何防护面具的就去 嗯 然后就是那种烧的那种样子 他还打坐别人的拍摄 我觉得这种 因为烧到疼痛 你也是无法控制的 嗯 就是说你是 你想要理性 你的冷静又不下来 大面积烧伤是非常容易感染的 大面积感染的 那在那个时候呢 应该是尽量是无菌的 这种这种护理设置 这个护理设置 护理条件的 所以当时呢 接受外界采访 这本身就违反了医学常识的 但是这个人呢是感性动物 对 人在大多时候是不一世 就是说真正的去理性来看见 他会被这种情绪所带动 但是这个社会还发生很多各种 这个就是后来2021年出现的这个情况嘛 说他涉及这个之后呢 整个的社会都出现了很多 包括法轮功学员 甚至包括不没有修炼的群众 都感觉到那种山羽越来 风满楼的那种压力 是吧 但是大家在这种黑色的压力下 他们会有一个宣泄口 宣泄口怎么办呢 就达到了中国的那个目的 军中斗群众 你们别练了 你看你们练成什么样了 斗群那样了 他就会有这种心态 社会心态 这种怎么样去扭转呢 包括很多的学员像你这样子的 已经具备很多的独立思考能力的 都会觉得很困惑 所以这个时候才发生了第二年 就是2022年的长春查播时间 对 这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跟大雄一样 都不怀着一个心命 就是把事情要讲清楚 告诉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们这个查播的主要的内容 就是关于天安门自焚 是它这个主要内容 但是你没有生活在东北 整个的就是在1999年 应该说1999年年底到20 就查播之前 长春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都是法轮功的条幅 都是法轮功的标语 法轮大法好 媒体造谣欺骗群众 每一个楼到底 从一楼到六楼 到处都是手写的 每家爱护都存在 其实这些学员 他们就是风里来雨里去 吃了无数的苦 包括我 就是你每一天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你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 包括我们去 去这个每家爱护 那真的是他们警察也抓你 我们去这个劳教所挂喇叭 播放全世界对法轮功的这种报道 正面的报道 然后去这个大 就省政府门前就挂那种挑副 我们都气愿 这就是风里来雨里去 就是说最寒冷的夜里 最没有人的时候 就冒着很多风险 那时候警察抓的一件 因为中国长春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那个发源地嘛 所有的全世界都盯着这里 全国的警察都部署在这里 那是很 我身边也有好多人 被抓 被打死 被进监狱 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有该做的 我们能想到的一切的这种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觉得应该做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事情 这就是插播这个事件 就是那是在2002年的3月份开始 其实这个之前我们觉得 我们就包括我们长春 我这位长春的一个学员 我已经深刻的感受到 就这一刻一定会发生 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 大家插播这种条件在成熟 大家用心气在成熟 这些人他们那种勇气也在成熟 那么政府呢也是相当相当地也在往上不断的加纲 就到这种程度 然后突然间就在这个 因为第二天是长春的一个 终极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宣判 那么你知道就在宣判法轮功学员 门口就是全都是法轮功学员 在这里围着先警察讲人像 然后第二天再要宣判的时候 因为因为学员在讲人像 他们造成他们政府无法宣判法轮功学员 他们决定要再延期 延期到3月6号这天 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就开始插播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时间点的 然后插播之后 就整个的这个长春市的警察 开始全部行动 就江泽民打电话 打到这个省委赎金那里去了 一夜之间在长春抓了几千名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报道是五千多人 我们这个电话轮功力采用是四千多 是一个西方报道的数据 那么也有人报道是两千多 但实际上至少我身边感觉 我身边学员基本都进去了 就四千多人同时被抓住的监狱力 我刚才已经注意到这个 因为大雄是当时的亲历者 看着你这个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 这段经历特殊的经历是 我看你也泪目了 是吧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想的这对大雄后来的这个电影的创作 就埋下了这个种子 它是深切的感受 真实的感受 发自内心的感触 我觉得电影只是一个侧面 一个局面 因为我们生活那几年 一种压力 每一天在做的事情 每天面对我们的亲人朋友 和我们面对社会的现状 我每天那几年 都在努力的去做个好人 去做善良的人 然后求助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死亡就在你身边 年轻的生命就瞬间就 就没有了 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 这种对这个世界不理解的 学员的背叛 朋友的背叛 好多这种 这种我觉得 如果有一天 如果真的能够让人类 真的能够回到那几年 去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的话 我觉得是 任何一部电影表达不出来 仅仅是我一个人 长春有那么多些人 不仅仅长春 整个东北 整个北方中国 包括全世界 包括自我的怀疑 都在那一颗 都在那几年历练着 我觉得不能太想感应 因为我觉得这是个高兴的事情 对 是 高兴的也可以落零 我觉得这就是反映出为什么 人家说这个法轮功这么多年 已经是23年了 到现在2020年 23年过去了 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 不管在海外还是在大陆 不管生活的境遇如何 都在顽强的坚持着 他们到底在坚持个什么呢 实际上是非常简单 你刚才有一个表述 就是他们在想 只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善良和邪恶是有区别的 是告诉大家真相 让大家去做出抉择 而不是说我今天坐在这里 告诉你谁掌握的真理 是谁对谁错 不是那份的执拗 而是对旧人的执拗 对善良的一种执着 我跟讲 江湖大哥 我跟讲 个人感受 我觉得是爱 就是我 我爱我的亲朋好友 我爱我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人 我爱这个世界 说白了 名利对我来讲 你说我今天做德奥斯卡 其实对我来讲不重要 我想中国可以活得更好 对吧 如果我配合政府的宣传 我不站在对我队里面的话 我们对政权 其实也没有兴趣 我们做这些事情 并不是对共产党对着干 其实目的是中国的老百姓 是我们每个身边生活中 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觉得 每个人都是有善良的根基在 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 每个人都有可爱的一面 他们是被这个社会的 潮流所毒害的 变得这么自私为我 变得这么 默不关 这么冷漠 所以说 针对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要告诉世人 包括 全世界 不仅仅是中国人 这就是法轮功 这么二十多年来讲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他们对这个 对这个人事的 这种正念 我们知道 像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他们大部分是避世的 是离开这个 不问世事的 只有在法轮功这里 他告诉世人 要在人间做正 要在人间做好你自己 不是受修炼了就去庙里当和尚 而是说在人间做好 你做一个善良的人 你做一个 像专业里 你是个好学生 你是个好学生 职业你是个好的职业 这就是 在人间走正这条路 这就是我觉得 可能跟其他宗教的一种区别 你用的这个爱 我想正好过两天 就是星期六星期天 在洛杉矶地区 有长春这个电影的放映期 而且这两天 星期六的晚上七点 星期天的下午一点半 有一个就是Q&A的一个环节 是包括一些影评人 包括开的他们的人 就是主要 有个现场对大雄关于这部电影的很多的问题 可能包括背景介绍 你的艺术创作呀 各方面的一些一些询问 一定非常精彩 也欢迎大家在那个时候抓紧时间 最好在那个时候去看看 除了能看到电影 还可以看到大雄对这个电影的描述 还有您的团队吧 对吧 导演 西方 因为他呢 傑森呢 是他记录了我拍这个过程 所以他应该说 这个纪录片应该说他是导演 但是大家看面也是看出之后 因为就是以我的眼光来回溯这个 长城超过世界 但是我想就是说 因为今天跟你说就相当于比较动情一点 在那种这个Q&A现场 我不会这么去说那么深 因为西方人他理解的程度和我们不一样 我觉得我跟你说 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用爱这个词 这个角度去触发的话 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一种共鸣的 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角度 虽然说修炼人可能很少用这个词 但实际上他表达的那个真正的爱意 可能要比普通人们认为的这个爱更深 虽然在基督教中 他这个爱也是超过了人们一般所说的爱的 它是有更多的一种一种慈悲的胸怀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词会帮助你 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去了解这个电影 了解中国人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一切 我觉得咱们这个要再聊下去时间会拖很长 对 我就不好意思 还没回到这个电影的本身呢 没做到这个准备 我突然什么聊到这 其实都不需要讲起来 好嘛 你把我手卷弄湿了 咱们这样子啊 咱们把这个节目咱们分成两块 我不知道你同意吧 好吧 这样也适合这个传播十几分钟啊 这样比较好 然后下一期呢 咱们朋友们再回来 咱们继续聊长春电影 还有大雄在这个电影和电影之外的艺术 生活的感知 好 谢谢大家 我这个不太好意思 因为说到回忆的时候突然就难免难而泪 这是 这个不光是你的泪 我相信当年在长春的街头 长春胡树的寂静的屋内 很多修炼人跟你同样的感受 因为很多不是修炼人 他们同样感受到社会的那份悲哀 而那个时候 那个是这几年我们看到的中国社会的很多的 大家认为很悲凉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开始 是吧 但是我相信人们希望不灭 人们的抗争也不灭 正如你今天在做的这个事情 正如我们很多海外的朋友们在做的事情一样的 我们都在维系着这份希望 好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觉得长春就是一个小孩子看的一本一本童话书 当然还有很多在那种寒冷风天下的那种那个人与人间的友谊 小朋友之间的亲人之间的那种那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我当时在在那个插播之后他们跟着我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也是我们该离开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诉求就是要通过一种方式 讲述一种真相 人气迫害 大家谁也不说话 他杀人放火了 那你是人吗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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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画的时候呢 其实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从业人员的时候我并不难 但是当我在体会当时带回那种回忆的时候呢 我有一种很沉重的被压抑的感觉 发灭了 哈哈哈 没法再 WIN estoucida 没法再往这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